来自台东大学文修系的教授蔡静世 在国科会与教育部USR计划支持下 带领研究团队进行台东史田人类饮食探索 历经一年的研究有初步成果 并且在14号举行的史田特餐发表会 推出了九道菜勾勒出史田人类的饮食文化 透过镜头带您来了解 镜头前放眼望剧 包含骨髓汤、烟熏三腔 还有鬼头刀生鱼片等九道料理 这些都是东大文修系师生的研究成果 为了探寻史田人类的饮食文化 成义及黄博威两位研究生 在老师蔡静世的带领下 过去一年里访谈了多位专家学者 推销出距今两万五千到两万年前的长兵文化 以及距今三千五到两千三百年前的悲难文化中 史田人类究竟吃了些什么 并在14号上午举行了成果发表会 通常会用陶罐来烹煮米食的食物 有可能是组成类似粥 也有可能是组成米 但是绝对不会像是 就是我们现今的电锅组成饭那样 那么的完整 因为他们是用直火 也没有那么高的科技 或那么高的技术这样 所以我们想说 如果用米食组成的 用直火组成的米食 如果没有太好的火候的控制 那一定会有锅巴的产生 那我们想要用这样锅巴的形式 让大家来连结这个陶罐的想法这样 所谓植物类型的食物 是由植物的细酸体这个概念来做 确定哪些的植物 很可能是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被当时的人类所食用 那动物的话呢 像动物的遗骸骨头 那我们能够确认哪些的动物物种 是被拿来做食物的 至于烹竹的方式 其实在考古上面的证据 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直接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他们其他方面 来做推测 比如说就是刚刚有提到说 在生活层的这个 文化层的部分 会有很多大量出土的陶罐 那这些陶罐有的就是拿来作为主食 或是成装食物所使用的 那再来还有提到 刚刚有提到一些像竹子 也可能是拿来作为器具 食用器具来使用 那这边都很有可能就是 影响到他们一个食物盛装 或是甚至用陶罐 来烹煮食物的方式 在考究的过程中 从出土的各式陶器食器 还有生物遗骸与植物的细酸体 可以推论出 史前人类都吃了些什么 用什么来吃 就由今天的发表会 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 其实史前文化离我们的生活 并没有那么遥远 记载前人 大公室报道